大家好,我是冲先生,欢迎收看冲先生的频道 那么多又来的朋友,我假设你已经看了上两集的《穆sir再嫁到》 如果你还没看的话,我建议你去看 否则你不一定可以接上我们今集的话题 今集的横跨内容包括 中共矫正错误的方式、批评和自我批评 毛泽东的功过比重、四人帮、个人崇拜、文化大革命等等 中国大跃进的成就 探及六四事件的主因以及修复失误的方法 当年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 台湾的一些历史 以及国民党在台湾借根的原因 当时没有一举修复国民党的原因 以及阻碍修复台湾的外部因素等等 事先声明一下,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之余 跟你意见不一样的话,都欢迎留言表达 但请你注意延迟,面积不雅 今天开始之前提提你 记得按右下角红色的小孩订阅我的频道 按旁边的铃铛,选择全部 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更新了 关于我的纪念品网店 可以回到我的网站《chungstock.co》了解 而影片简介和片尾都有不同的方式和社交平台 去联络我或者支持我 不阻止大家太久了,去片! 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当时应该有句话 大家一定听过的 就是邓小平所说的 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是的,那这句话呢 其实就不是改革开放的 这句话其实就是1962年的时间 在更正大躍进失误的时间所说的 因为去到1961年的时候 当时就开始重新去 对这个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糾正之前的工作失误 那就八个字的方针 就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那这八字方针呢 令到当时的经济就开始慢慢好转 那所以呢,那时候就恢复回 原本经常都说的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1962年的时候呢 当时就开了全国的一个七千人大会 去总结这个当时大躍进的问题 开始做了一件事就是 就是共产党经常都会做的 或者共产党为什么它可以糾正错误的原因呢 就是叫做开展这个批评与自我批评 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当时 我们说本身这一次的问题 由毛泽东去错误领导 一个大躍进 开始鼓吹这个所有东西都要快去做 但是实际上大家知道 这个是不可能的嘛 所以那时候就重新去调整这个 国民经济发展 例如减少城市人口 停止一些大型的一些基建的项目 重新去发展农业 所以其实本身那句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其实就是出自于 怎样恢复农业生产这一件事 那因为当时国民经济 加上我们说有三年困难时期 那所以这个就是导致建国之后第一次重大失误的原因 那也都同时间背后就是 十年中苏交户的一个背景 其实就是在史泰林1953年死了之后 因为史泰林本身就和毛泽东是好朋友的 但是史泰林死了之后 克鲁晓夫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 开始有点异 不是那么顺畅 加上那时候克鲁晓夫就批判 当时苏联当中对于史泰林的个人迷信 当时和这个中共之间 也都有一些本身的协议就开始不同 他想退回 例如那时候原本就要求苏联提供这个核武器和核潜艇 但是苏联提出要在中国领土上面建立这个军事的长波电台 这个长波电台其实就是我之前有一集都讲到 关于东北的主权问题 东北上面的这个海参威 这个长波电台其实要求要在中国领海和中国建立联合战队 这个其实对于中国来说 当时毛泽东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主权问题 长波电台其实就是说去防御美国 或者当时说的资本主义阵营 因为长波电台主要就是用来去监察这些 就是雷达那些 但是这个长波电台的主权 那时候毛泽东提出应该是属于中国的 但是苏联就不肯了 所以这个在军事上面就开始慢慢有些交互了 那后期就当然是苏联撤出专家 将这个问题就越来越推向一个强的一个对立 明白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第四个了 已经来到 是的第四个了 第四个就是也有朋友在我的频道上问 什么时候说文化大革命 其实文化大革命呢 我暂时没有特意说 但是我也有在留言里回覆他 他说文化大革命那些人吃人 或者是当时那些惨犯 这些怎么说 其实如果大家看1981年 中共也出了一份文件 叫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其实当中都已经很清晰地说到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长时间的阻谈错误 而且也都说明了 毛泽东是有主要责任的 而他里面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毛泽东的问题 他写到明了 就是他的晚年犯了严重错误 不过以他的一生来说 就是刚才我们说共产党第一次和第二次的主要错误 都可以说是由他去更正过来的 所以就他一生来看是公职第一 是错误第二的 你说这个文化大革命 当然它为整个国家 是带来了十年的浩劫 所以大家都经常说 这个是一个十年的浩劫 而且社会也长时间出现动乱 那段时间国民经济 有一个非常之差的发展 而且那段时间 如果大家对比全世界的发展来说 中国是一个大落后 因为那时候在全世界是一个发展的大时期 尤其是一些其他的发展中国家 在那段时间是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但是中国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 是有一个很大的落后 而且这个落后当中 是有几个主要的问题 包括了四人帮 去利用这个左傾的问题 加上就是后期的 華国锋的两个凡事 就是凡事毛主席的 支持而拥护 这个就是过分的个人崇拜 但是后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这个问题就是去到邓小平解决了 邓小平就是七八年的时候 他提出我们现在都经常听的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 就是坚持真理标准的大辩论 就是去破除之前的那些 我们所谓的左傾的问题 这个也是把国家的发展 重新带到一个正轨 因为虽然是有改革开放 但是其实当时来说 都有很多不同的质疑 就是大家认为 究竟譬如是姓资还是姓资 究竟这个所谓的改革开放 还是不是社会主义 这一件事 但是当时邓小平就说那句话 就是贫穷就不是社会主义 不是说我们大家一起穷 这个就是社会主义 因为建国初期 大家一起穷的时候 的而且确是大家一起穷 但是贫穷不是代表 这个就达到社会主义 所以就一定是要走自己的路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常常说 这个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就是由82年的时候 邓小平就已经开始提出 十二大的时候 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 就说了这一件事 这个就更正了文革以来的问题 而且刚才我说的那个决议当中 其实都说到对于当时来说 有几个重要的情况 它有一个定论的 比如是我们说的大躍进 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就是1956年至65年这段时间 当中是有巨大成就的 这段时间的成就 大家都可能听说过 就是六四年的时候 就是我们中国第一伙的原子弹爆炸 这个其实对于当时的全世界局势来说 是有一个很大的扭转 就是我们说大躍进的时期 我们就有原子弹爆炸 之后我们有两弹一星 其实都是在这段时间发生 那这段时间的发生 其实就是令到整个国家的力量 是有一个质的飞弱 因为以往呢 无论是中苏交户的时间也好 抗美援朝的时间也好 其实都有美国和苏联 曾经对中国提出一些 我们说的核威胁 但是当中国有了两弹一星之后 这个就完全是另一个不同的说法 不过他也都在那个决议里面都说到 在这个十年 就是1956至1965年 就是文化大革命之前 也都遇到很严重的挫折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大躍进当中的问题 那文革的十年呢 他直接就说了就是这段时间 无论是党 国家和人民都遭受到 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败和损失 我想这个其实就是共产党 对于自己问题的一个承认 无论任何政党也好人也好 其实你犯过错 你了解自己是 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呢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程 所以当时这个决议就是 总结了文化大革命 也都将以往的所谓 一个偶像崇拜推到极致的毛泽东 要求这件事情 其实是他要负一个重要的主要责任 我想这个是当中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总结 明白 你说到之前有些人当是四次的错误 有些人说是五次的错误 为什么第五次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第五次其实也是另一个香港我们经常说的问题 聪咱你之前好像也有说过 就是这个六四 没错 因为这个其实当时就是 在改革开放当中 面对的问题 当然有了 因为发展经济开始了 人民对于美好生活就开始有一个向往 但是这个矛盾就出自于 大家之间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差距 生活当中 那当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商轨制 官道 就是我们说 同一件物品 外国批发进来的价钱 和一般市民能够买到的价钱 是不一样的 当中这个差距 大家觉得出现了不少的 这些贪污腐败的问题 就是它不是因为关税问题 是纯粹因为贪污 不是关税问题 纯粹因为制度当中 它不是一个一下子的开放 就是它是一个 循序漸进式的开放 所以那个开放当中 就有这些不同的问题出现 当中也有 因为当时接触到西方社会的一些政治思潮 就是我们今天经常说的民主自由 还有就是80年代尾 那段时间其实在国际上 里面都有一个苏东波 苏联东欧的风波 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大崩溃 所以在这个局势当中看 其实跟我们今天所说的一些 颜色革命其实很相似 每一个国家内部 都一定存在一些社会的问题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 有一个地方是没有社会问题的 但是问题的触发点 是不是混用一些 我们2019年大家见识过 已经发生在身边的这些革命 所谓的方式去推翻 这个其实对于当时共产党 来一次很重大的考验 因为我相信在那个时代 大家都想国家可以更好地发展 但是这一次的动乱 其实就不只是一次关乎中国 当时是关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 所以去到后来八九年 过了六四之后 其实邓小平都在一次见 这个首都戒宴部队的讲话里 都讲到 其实就是那次的政治风波 迟早都要来的 原因就不只是自己的原因 是一个国际的大气候 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去决定 所以是必须要去 对于过往的错误要纠正 这个是当时他的说法 而有什么是坚持的 是对的就要继续做呢 就是那时候 十三大所说的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就是经济发展为中心 用这个这样的 堅持四个基本原则 堅持改革开放 这两个叫基本点呢 就是当时邓小平七八年的时候 开始改革开放 就是用这个路线 所以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 就是当时在第五次风波当中的一个更正 大家其实事实都见到 在这段时期 东欧发生的动乱 最后到现在今天来说 无论是俄罗斯 还是那些东欧国家 大家都见到 他都未能够完全回复到 他当时的发展 但是我们就已经继续 在这个改革开放之下 持续地进步 已经去到今天的这个世界的第二 并且相信可能在大家可见的将来 很多不同的智库 有不同的说法 有些是2025 有些最似2030 都一定会超越美国 成为全世界第一大的经济体 这一件事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 经历了四次也好 五次也好的 这些失误或者错误当中 这个政党如何去糾正自己的错误 然后去发展一套自己新的理论 或者发展方向 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历程 是 明白 所以第五个就是八九政治风波 好了 嗯 好 那我们回到刚才那个问题 就是国民党去了台湾之后 发生的一些事 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么多 关于这个台湾的咬叫出现 其实呢 我记得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那时候 共产党就这样 就放了国民党去台湾 然后就 为什么他就会走去台湾 这个地方的历史呢 其实他真正有 和中国整个中原政权有关系的时间 其实是去到明朝 鄭成功的时间开始的 嗯 无论元朝也好 或者甚至在之前 中国的朝代呢 其实都没有去台湾统治的 嗯 那是去到明末的时间呢 鄭成功的时间呢 才开始有中原的政权 去到台湾去管治的 就是清朝当然是属于中国的 那时候他就 之后就经历了 去到这个甲午战争 就割釀了给日本 嗯 割釀了给日本之后呢 就开始了一段 相对较长的一段日治时期 所以其实去到日本二次世界大战投降 1945年的时间呢 就将原本在他割釀回来的地方呢 就是包括了台湾岛啦 澎湖列岛啦 和这个满洲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东北呢 就归还回去给中华民国 因为当时中华民国是盟军的 亚太区的一个代表来的嘛 当时蔣介石就派了这个陈仪将军 就在日本手上接收台湾 那所以其实就是台湾就是这样 为什么会落入了国民党的控制了 那这个第一个问题了 那第二个就是当时 其实在建国的时间呢 这个也很多人不太清楚 1949年10月1号呢 就是我们最近经常都说 中国呢 就是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 是 但是其实在1949年10月1号呢 当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天安门承漏上面 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间呢 其实呢 全世界是没有人觉得中国已经站起来的 因为那时候的中国呢 其实还没结束内战 因为呢 在这一刻 49年的10月 国民党呢 我忘记他的首都还是在广州 还是在重庆的 就是还没离开中国大陆的位置的 是 那后期呢 整个就搬迁去到台湾 但是那时候 为什么共产党不一举收复台湾呢 那这个真是主要是实力问题 尤其是去到1950年韩战的时间 49年10月1号 建国的时候 大家如果听过都知道 就是说开国大典呢 那些飞机呢 飞两次 是不是飞两次的重点 另外很多不是矫盒回来的 就是人家投降的时候 我们去拿回来的东西 所以其实那些基本上 就是战斗力不强 但是其实当时的国民党 是又有飞机 又有给我们强劲的这个军备的 所以当时来说 在客观上是的确不够打的 那去到韩战爆发之后呢 因为那时候抗美援朝 那美国就开始改变了这个对台政策 那时候还曾经派遣过美军的第七艦队 大家经常听到这支艦队 其实就是经常来到亚太地区 主要它应该在日本驻扎的 现在应该是 那它就去到这个台湾海峡 所以基本上呢 当时来说有航空母船 对于中国来说 更加是没有任何胜算 是打不了的 但是其实中间呢 都曾经发生过一些小规模的战争 炮战 当时讲的823炮战 金门炮战 所以如果你留意 因为台湾呢 其实它有另外两个地方呢 是很接近福建省的 就是金门和马祖 它就是黏着的 那时候 为什么要留这两个地方 留在那里呢 其实这两个地方 当时主要就是 大家还是有一些联系 因为如果你说 只有台湾岛这个位置 就是属于今天的这个 民进党当局去控制的话呢 其实好像跟中国内地 都完全没有了关系 那样 所以其实那时候 金门和马祖 这两个小岛呢 其实就是 挨近着我们的福建省的 那所以就留下了 这个历史的尾巴在那里 这个就 未能够解决的问题了 是 但是我看到它说 譬如之前不是罕灾的 中国大陆一直都有这个东西的 卖水去台湾那边 不是 卖水就是去金门 是啊 是啊 如果去金门旅行 其实在厦门 就可以搭船去的了 那里 是很近的 就不用在这里 整个艇 这样驾过去是吧 我不用 十二门 不用看楼顶的 有官方渠道的 是啊 那里金门是出名 以前那些炮战 留下来的炮弹 去做的一些纪念品 是 也有 是很出名的 金门高粱 就是他们的高粱 釀酒也很出名 这个也是中国内地 纯此相依 大家都是喝同样的白酒 大家都是中国人 明白明白 那我们今晚的国共历史 就应该七七八八差不多了 那有些网友就问你一些问题 我都传过给你 那他就说 历史 以前是史观写的 那近代的一些历史 又是不是人都写得的 哪个写的 有谁去证明历史的真确性 而有记录在哪里 可不可以真的有人散改历史 那样呢 其实近代都有 好了 那到底穆sir有什么看法呢 下集回来 继续会有精彩的内容 不想等 又或者想听原汁原味版本的朋友 可以去回衝出来播放的播放列表 找回2021年7月2日的直播看回 想听更多穆sir制作的讲历史影片 可以去回YouTube 搜寻木家俊 去订阅他的频道收听 对于节目内容 有不同见解的网友 欢迎留言 聊聊聊天 但记住 做个文明的网友 注意延迟 想在直播节目 又或者通过录音 在这个平台 和大家分享资讯的话 不妨通过画面的联络方式 去联络我 今天要说就是这么多 喜欢这条影片的朋友 记得帮我赞好 留言和分享给朋友 加入会员 每个月一杯咖啡的价钱 就可以支持我们的频道继续营运 现在在YouTube影片的右下方 还多了一个Thanks的按钮 给大家支持这条影片的制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